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跟大家做一个近期购物体验分享的一个视频 然后呢我本来呢是想要把近期所有买的一些东西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但是我收拾完了护肤彩妆就发现已经有好多东西了 所以这个视频我们就先来讲一下近期用的一些彩妆护肤 那我们就按照一定的那个上脸顺序来跟大家做分享吧 首先呢是凡茜他们家的这个白茶卸妆油 凡茜应该是一个国产品牌吧 然后这个油的话就是有一种包装好像是在模仿日本的那个3 但是它整个卸妆油的使用感受跟薄欲薄让还蛮像 这个我才用了两次嘛 反正我现在用下来觉得还不错 然后呢是一个艾尔博士他们家的去壁口水 我刚才摔了一下 它现在有点泡沫 我先放在边上 就是我是因为最近出门嘛都会戴口罩 戴着口罩呢就很容易闷出一些壁口 那壁口的话就是像我是混油皮嘛 它就会长出一些红肿的痘痘来 那我之前一直就很喜欢艾尔博士他们家的那一款修护水嘛 我也是推荐给了很多小伙伴 他们这一次出了这个去壁口水 我就直接自己买了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收到包裹还蛮特别的 他们有一个护肤月报 还有一个就是 来就教你怎么用他们家的这一款去壁口的水 另外还有送一个就是 这是一个旅行小样啊 就是小一点的这一瓶 然后它的正装呢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是还蛮好看的一个棕色瓶 然后我用下来的话感觉也是特别好 如果你没有痘痘的话 这一款水也是可以用来做一个二次清洁的 当然你也可以配合一些美容仪 就是第一步那个导出清洁嘛 那我自己是那种混油皮嘛 就比较容易出那种油脂 那油脂比较旺盛之后呢 就比较容易长痘痘啊什么的 但我皮肤又很敏感 所以我就不敢乱用 我之前有用过宝拉精选的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我用上去有一点点刺激 但是艾尔博士这一款的话上脸就还蛮温和蛮舒服的 因为它们有一个什么舒缓的一个技术在里面 就上脸就不会刺激了 我现在晚上的一个护肤呢就是先洗脸 洗完脸之后呢就是用这个进行二次清洁 然后呢我会在我一些闷出闭口啊痘痘的区域就再进行湿敷 就比如说这边一款还有这边都是闷出来的闭口痘痘 反正就很推荐给就是像我一样的混油皮啊油皮 或者说你最近也是因为戴口罩闷出了一些闭口痘痘的都可以去试一下这一款去闭口水 那它全称是水阳酸晶盐调理收敛水 我还蛮喜欢的 那这款水呢就是通过清洁去调理油脂 然后疏通了毛孔之后呢就是可以缓解闭口这个问题 然后方法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当二次清洁水 然后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皮肤有没有长痘痘啊怎么样的 去看要不要进行湿敷 那其实闭口的生成它除了跟你皮肤的一个油脂有关 其实它跟比如说你熬夜或者说经常吃很辛辣的东西 这些都有关系 包括还有就是你心情不好啦 然后压力很大啦 就是可能体内的一个激素会比较紊乱 然后就是也是会比较容易产生油脂 然后就长闭口啊怎么样 包括大家所谓的那个生理痘 它其实也是因为生理期之前可能激素分泌不是很稳定啊怎么样 所以也是会激发什么油脂生成啊 然后就长闭口啊长痘痘 所以就这些问题 另外主要要先来讲一下修理科的这一个发光瓶 这个发光瓶呢算是他们的一个新品吧 我用下来的感觉呢就是它不是说去让你的皮肤变白 它是把我局部一些暗沉的地方给提亮了 我用了现在有三周左右 我是有感觉就是我皮肤一个比较暗沉的地方 有发光所谓的发光提亮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的用法呢是洗完脸 然后用完水 然后就上这个发光瓶的精华 在后面呢你可以再叠加一个他们家自己的精华 或者我是用那个亚实兰带的小棕品 然后再上眼霜啊面霜这样子一个步骤的 另外呢因为微博上面有小伙伴在问嘛 就是这个色修跟发光瓶应该要买哪 那其实在我看来啊 这两款是不一样的产品 我觉得色修它就比较针对于 比如说我这边长了痘痘 然后它差不多好了 那我就用色修来局部涂这一块 就是起到一个 嗯怎么说去痘印的一个效果 但是这个发光瓶的话就比较适合全脸用 那另外色修的话 它针对的那些痘印也是属于比较新的一些痘印 如果是那种沉寂了很久的痘印 用色修的效果呢就不是那么好 但发光瓶呢说实话也不能就是去掉那些比较老的一些痘印 反正发光瓶在我这里就是一个提亮 然后均匀肤色的一个效果 那另外还有一款CEF 我是有它的一个小size的一个试用妆的 CEF我用下来就是 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刺激对我来说 所以我是更喜欢发光瓶的 发光瓶的话它就是给你们看一下里面 反正也是这样子一个橘黄色的 精华液 那CEF也差不多是这个颜色 但发光瓶的话就是味道也温和很多 上脸也比较温和 然后我是有看到有些人说发光瓶好黏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修理可他们家的精华都有一点点黏 但是发光瓶已经算是很清爽的一款了 然后我是真的蛮喜欢这一款的 那另外呢就是 嗯等一下再cue一下这个 下面一个呢是我最近买的Timeless他们家的产品 一个呢是这个玻尿酸原液 那这个玻尿酸呢我再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就玻尿酸如果你单单只是把它用来当做一个补水精华的话 它是补不进水的 因为玻尿酸它只是帮助你皮肤去吸收水 所以呢你们会在很多护肤品里面看到它是有 含有玻尿酸的 那玻尿酸它就是促进你皮肤对水的吸收呀 所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它就没有办法吸收 所以呢玻尿酸原液它只能做一个辅助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水前精华 就是你洗完脸先用玻尿酸然后再上后续的一些护肤步骤 然后我最近比较喜欢的就是我在敷面膜之前 我会先脸上涂好这个玻尿酸原液 然后再敷面膜 那我是有感觉到好像面膜的一个补水效果就会更好 包括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你也可以在你的粉底液里面滴一两滴玻尿酸混合之后再用 你就会发现好像粉底液有更加贴合 所以就是你不要觉得玻尿酸它不好用 就是其实是个方法的问题 然后呢还有一个也是Timeless他们家的一个B5的补水精华 那我其实我自己一直在用的是修理可的B5 那有没有一个评价替代品呢 所以我就买了Timeless的这一块 我是有看一些成分等了 其实他们的成分好像就是插球不大的 但是我说实话 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在我皮肤 比如说下巴这一块比较干的时候 我晚上用一下修理可的B5 第二天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但是用Timeless的话可能要用个一两天 就比如说晚上用一次 早上用一次 这个情况才会得到比较好的环节 效果的话还是修理可的这个更好一点 但Timeless这个也不错啦 他们的价格大概是一比三的一个关系 那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要入哪一个 反正它像我就是非常简单的纯粹的补水 然后是一个Domological他们家的一个套装吧 是我当时是三八女神节的时候买的吧 首先一个呢是他们的洁面粉 但是我不是买的正装 我是当时买的一个什么travel size或者怎么样 两个加在一起还蛮划算的 原价大概是500块钱不到吧 当时活动价的话是 加起来两样是369吧应该 然后我先讲一下这个节眼粉 这个节眼粉呢 就是一周用两次左右 我用下来我觉得 效果真的很不错 就是把脸洗得很干净 我还挺喜欢的 就如果用完了 我也不一定会回购啦 就是反正一周也只能用个两次到三次 就是洗完觉得心情很好 觉得自己的皮肤很干净 然后再下面一个呢 就讲一下他们这一款叫什么 多维急救面膜 它呢也是那种涂抹式的一个黄黄的面膜 那首先我先来讲一下它的包装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头好像跟别人头不一样是吧 我拿到的这一款哦 就是它那盖子是盖不上去的 就拧不上去的 永远转不上去 就是品控有问题 真的要不是我自己在旗舰店买的 我都觉得自己买到假货了 然后它涂上脸呢 就是这种 给你们看一下 这种黄色的一个乳状的 然后用个十到十五分钟吧 你的脸就会变得很蜡黄 那当然就是洗之前啊 洗掉了之后呢 皮肤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亮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所谓的急救面膜 它只是说 让你皮肤变得稍微细腻的那么一点点 然后皮肤稍微提亮的那么一点点 但过一会儿呢 这一些效果呢也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取代 EVLOM在我心目中急救面膜的这样一个 就是王牌地位 因为我用EVLOM的那一款急救面膜 就是比如说本来这边长痘痘了 敷一敷 痘痘就是明显就变小 EVLOM那一款还是更像清洁面膜 其实这两款虽然都叫急救面膜 但是好像不是同一种功效 那它作为一个提亮面膜 就是瞬间及时提亮的一个效果呢 还是可以的 但是一旦上了妆呢 其实也看不大出 怎么说呢 就也是一款用了之后 就心情很好的面膜 但它的那个持续性效果就还好 然后还有一个截面忘了讲了 是Kim Chu他们家的这一款截面 这个截面呢 我之前不是有推荐他们家的那个卸妆膏吗 卸妆膏已经很好用了 这一款截面我也觉得特别好用 首先它这个包装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很简约的这样一个包装 然后它味道也很好闻 它也可以卸一些淡妆 就比如说你只是涂了防晒和隔离 那直接用这个就行了 就不一定要用到卸妆的 然后它呢也是一个氨基酸截面 这个用下来我也是挺喜欢 就很温和很舒服 然后清洁力又比较好的 然后呢是一个润唇膏 这个润唇膏呢是这个叫LA Bruket这个牌子 它呢是大概一个小众品牌吧 然后这个润唇膏真的长得超级像固体胶 是不是很像固体胶 然后这个润唇膏呢 我当时买纯粹是因为觉得它特别特别可爱 买了之后呢也没有怎么用 因为大家要看一下 它这个截面有这么大 我嘴唇已经算是很厚的了 用它就是完全非常容易涂到外面去 所以这个我说实话 我只推荐给比如说你晚上用 或者说嘴唇应该没有厚成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吧 或者是你用的时候要比较注意 用边边上去用 不然很容易润唇膏就涂到外面 就如果是白天在外面呢油大大的嘛 看上去 那当然了这个包装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哎呀按不回去了 用手指给它按了回去 然后呢就正好来给大家试色一下 完美日记他们家新出的这个 天鹅绒唇釉 这边有四支 然后还有三支是我拿出来的 用过的非常非常喜欢的颜色 它这个系列的唇釉呢 就是那种丝柔柔物的一个效果 反正就是跟以前的那种干干的雾面是不一样的 它是丝绒质地的 然后就是上嘴不会拔干的 就是很顺滑的这样子滑过来 首先我今天嘴上涂的这个呢是05 05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这种铁锈红棕色吧 我现在上嘴呢是一个淡涂的效果 就很日常很好看很百搭 那我给大家就是再上一下厚涂的一个效果 厚涂的之后明显就是超级显白 大家有没有发现整个镜头都有被提亮的一个感觉 这个05真好看 我都有点不大舍得擦掉它 好显白好好看 然后下面呢我给大家试一个也是我超级喜欢的颜色 就是他们的07号 07号的话它会更加的橘一点 就会更加春夏一点 而且比较少女 我还是先薄涂一下 薄涂之后可以看到它比刚才的05会更加的亮一点 橘粉一点这样子 那还是厚涂一下 07厚涂之后也是超级显白 这样子的颜色 然后呢再给大家试一个01号 01号也是我的颜色 大家应该有发现我都挑一些 就是这种红棕一点点的 你们看这只唇又它抹开 就是那种虽然很雾面 但是很丝绒的一个质地 完全不拔干 我都试了几个唇膏了 嘴唇完全没有起皮 很丝绒的一个质地 那我接下来呢就把我手上有的这七支 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试色 好了然后我去把那个整个试色都做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从上到下 我没有V02 所以它的顺序是V01 V03 V04 V05 V06 V07 V08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啊 试色 这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中间的这个05 真的我太喜欢这种红棕色的了 然后呢1号我也特别喜欢 7号我也很喜欢 那如果你也看了嘉琪的直播 8号呢也是它推荐的一个颜色 就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最爱的这个V05 就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这样抹开就是那种天鹅绒的一个感觉 好了然后继续讲彩妆 我最近在用的一个粉底液呢 是这个Zalance他们家的 这款粉底液呢也是我在三八女生街的收益 299就买到的一个粉底液 它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贵妇养肤级的粉底液了 然后它一个不知道是它的缺陷呢 还是我们自己的缺陷 就是Zalance他们家的粉底液 都属于非常的轻薄轻透的 所以如果你皮肤瑕疵会比较多的话 可能用它就会觉得遮瑕力有点不够 那我这一款呢是Edge Control 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还是用它的那个Youth那个系列 那一款呢它就会更加的轻薄 那现在我自己年纪也有一点点上来了 只好就是买这个Edge Control 那Edge Control的它的一个遮瑕力呢 会比Youth更加好一点 就是稍微厚重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在粉底液里面 还是算那种很轻薄的粉底液了 那我混油皮用下来就是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刚上脸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光感滋润的 然后等皮肤出了一点点油 就是跟皮肤的融合度更好了之后 就是有越油越美丽 越业越美丽的这样一个妆效 那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粉底液 流动性不是那么强 然后抹开的话 其实Edge Control这一款的遮瑕力真的是OK的 那Youth那一款才会比较轻薄一点 那我自己上妆的一个习惯就是 我其实不喜欢粉底液的遮瑕度太高的 所以Selence对我来说就是刚刚好的 如果有什么痘印啊 或者说有痘痘啊或者怎么样的 我都喜欢直接用遮瑕去把它点掉 我不喜欢就是粉底液太厚重 去遮盖我皮肤的那些瑕疵 我觉得这样子会导致整张皮肤都是不清透的 所以我用这一款Selence的Edge Control 我真的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刚刚好 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 大家也可以等就是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再去买 299真的很划算 就我前阵一直在用完美日记他们家的那个粉底液嘛 那个粉底液呢 我到现在也还是觉得它特别特别好用 就是把时间如果拉长一点 有什么8个小时级以上 那肯定是Selence这一款 它跟皮肤出有的一个融合度会更好 就是妆面还是可以保持比较完整自然 那完美日记的那款胖胖就是会有一点点脱妆了 那当然它们的价格也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吧 还有一个呢是我在佳琪的直播间抢的 就是这个Cover FX的定妆喷雾 这个喷雾呢我非常喜欢它的妆效 喷完之后大家可以看我整个皮肤还是蛮有光泽的吧 我觉得多多少少的是因为这一款定妆喷雾 因为这一款喷雾它本来就是一个illuminating的settingspray 所以呢就是会让你的皮肤焕发光泽 包括它这个瓶身 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偏光光泽感在里面的 那它的效果呢我非常喜欢 包装呢我也非常喜欢 但是它的使用感 就是喷雾是好闻 但它这个笨头我真的 给你们看啊 你一定要用很大的力 它才会喷出来 如果你力气不够 它这边那个水会挤在这边上 然后这样流下来了 就根本喷不出来 那如果你力够大 那它就喷出来了 那喷出来它的那个水物也不细腻的 哎 就是 很大的水 但还好它会被皮肤吸收的很好 喷完之后有没有 感觉皮肤又亮的一个度 而且好像妆又融合的更好的一点的那种感觉在 反正这一款就是又爱又恨吧 这个Cover FX的定妆喷雾 还是喜欢的很喜欢的 就这个喷头如果做的更好一点 我觉得这会是我无限回购的一款定妆喷雾 很多定妆喷雾都是可能定妆效果比较好 但容装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但这一款它的一个容装效果就非常好 而且有这种提亮的效果就是 我就喜欢这种让皮肤充满光泽的一个感觉 就是追求皮肤的一个水光感吧 然后呢还有就是 这个MUA他们家的 那这个散粉的话也是那种白色透明的 我用上脸的话觉得OK吧 就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感受 就也是那种便宜大碗的白色透明蜜粉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腮红 这个腮红的话我当时很喜欢它 是因为它里面是带一点珠光的 那因为它也是那种欧美的品牌嘛 所以它的显色度就非常的高 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腮红 就这是一个简单的试色 如果是上脸的话 大家记得一定要用刷子抖一下这样子 颜色还是很好看很自然的 那现在还流行就是 把那个腮红要打在鼻子中间这边 哎呦我打多了 就那种初初可怜的一个感觉 那另外呢还有两个高光 一个呢是这个白色像贝壳一样的偏光高光 那这个高光呢也是它显色度非常高 所以大家在上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这个颜色我就比较建议 就是打在眉骨这边 那还有一个高光呢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pink shimmer 它呢就是颜色有一点点那种腮红的感觉 那我今天这个高光腮红就是直接用的它 就不叠加腮红了 直接用这个高光 给它这样子打一下 就很自然的 它也是带有一点点偏光的 这块就自然很多 又可以当腮红又可以当高光 这样子 我把光调暗一点 就是这个高光腮红我很喜欢 好了那么护肤彩妆类的这个购物分享呢 就先到这儿了 哦最后还有一个忘记说了 就正好我把手也擦干净了 就是我在支付宝上面用积分兑换的护手霜 它呢一共是六个味道 每个味道有两支 一共是十二支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的质地呢是属于非常的清透型的 滋润度呢就还好 这也不是真的很滋润的那种护手霜 不过日常 特别是现在春夏完全就足够了 我现在涂的这一个呢 它是一个grapefruit稀有味的 我特别喜欢稀有味嘛 这个味道也很好闻 然后很清爽的一个质地 完全不黏泥非常舒服 价格十二支多少钱呢 好像是我记得是用积分换的话 九块多就有了 怎么换呢 就是打开你的支付宝 然后 me那边 就是我那边 它有一个membership 就是你的一个支付宝会员 进去了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积分 然后 往下滑 其实有很多可以用积分兑换 或者是积分加上一点点现金 一点点钱 然后就可以兑换了 那大家呢就可以在这边进行选择 看你有什么要买的 然后在这个精品好货里面 就是上面这边有猜你喜欢影音娱乐支付宝特色 然后真喜欢美食 在精品好货这个栏目下面往下滑 有很多东西哈 然后往下滑 往下滑 嘿 这边有一个十二支保湿滋润护手霜 这样一个 颜面 然后呢 它是用你88个积分 再加9块8 就可以立即兑换了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你可以兑换了之后 跟你的同事啊 跟你的朋友 或者跟你的家人 就分着用用了 因为现在这个 虽然疫情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控制 但我们还是要就是 每天 勤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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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洗完手之后 就记得用一下这个抑手霜 我的话 就是我们家每隔一两米 就会有这个抑手霜 反正就是看到 就拿出来抹一抹 看到就拿出来抹一抹 虽然说它滋润度不是那么高 但日常真的够用的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美妆类的近期 购物是我分享的 就先拍到这个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分享 好了 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